Hello 大家歡迎收看堅自由換怪物彈珠 銀魂 最後衝刺 Part 3 繼續抽東西 這裡顯示是 貴小太郎 我第一次 Part 1的時候就狂抽到 才抽到四隻阿銀 即是下一次 而Part 2的時候 就只抽到一隻 其他的五星 看看這次 我們都是抽三轉 事不宜遲抽了 看看是抽中什麼 通常是說這些角色 這個角色會升級 但不知道為什麼會中了隔壁左右的東西 即是同一個系列 但可能中了銀 中了神樂 不奇怪 一開始就伊莉莎白 到底有沒有機器呢 然後就申白 嘩 給一隻四星的魔女 給我做什麼 全部四星的 嘩 爭口氣好不好 好 辣是不是 又中銀 阿銀啦 給我一隻神樂 可以嗎 大哥 加油 好 這樣啊 來多一圈 怎麼呢 又說貴upgrade 不是upgrade是機率增加 但我不覺得 是不是板田銀時的機率增加呢 還有一個 這些是不是叫機會玉的物體 對啦 即是當你儲救的東西 又可以再抽一下 那到底它會給我什麼呢 嘩 不知道還給我什麼 琉璃 OK 給我一個琉璃 嘩 這些要研究一下才行 即是 它的小型有點像多羅羅的百鬼丸 它的款式 那麼 不斷意到 簡單一點總結吧 Part 3 都要 去回這個 不是編輯啊 傻豬 我在按什麼 什麼呀 嘩 糟了 耐武玩呀 喂 怪物商 取得時間 嘩 之前我都按你 在這裡 好啦 今次這堆東西 寫著那些 就是我Part 3 的戰利品 最棒的 就當然是中了一隻 銀士啦 但是問題就是 又說是 小太郎的 即是那個機率 即是那個機率提升 為什麼會是 會是看書看了去哪裡 在這裡 即是到底 是它的機率增加還是 阿貴的機率增加呢 嘩 真是很難說的 這些 那 這次我們這一條 Part 3 好啦 今次我們這一條 秋夜的影片 又差不多了 各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like 或者share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你可以訂閱我的channel 我們下一條影片 回來再見 那麼多位 拜拜 太郎 加油 超級冰箱 非常小 可樂 了 很快 佛